再來看英國保守黨的新任黨魁選舉 剩下五位候選人 他們在星期天的第二輪辯論會當中激烈交鋒 而目前最被看好的前財政大臣蘇納克 更成為其他對手圍攻的對象 英國首相強生宣布請辭後誰來接棒 保守黨內競爭激烈 目前進國會議員逐步票選淘汰 角株者已經從十一位剩下五位 其中呼聲最高的前財政大臣蘇納克 在第二輪辯論中成為群企圍攻的目標 爭論焦點就在對抗高通膨 是否該減稅以減輕人民負擔 蘇納克反擊特拉斯主張透過借貸 為減稅提供資金 以幫助人民緩解生活成本危機的做法 表示這並不符合保守派的理念 而是社會主義的作風 而另一位主張有限度減稅 並自稱他是唯一可以在下一次大選 擊敗公黨領袖史塔莫的國際貿易副大臣 摩丹特也把矛頭對準蘇納克 另外摩丹特也和另一位女性參選人 前平等事務大臣巴登默克針對跨性別議題展開全槍舍戰 雖然五位角株者在經濟外交等議題立場各異 但被問到這議題時大家意見很一致沒有人舉手 接下來幾天每天都將有一位候選人被淘汰 到了週三將只剩兩位候選人 最後誰將勝出 在任保守黨黨魁 並入主唐人街 將交由保守黨黨員投票決定 公視新聞周慧敏別議